Hello,大家好,我是翼王,这次我们来上手评测一下 九州风神最新款的台式电脑电源DQ850M-V3L 就在前不久,九州风神更新了他们的金牌全模组的刺旗舰电源DQ系列 版本后缀从之前的V2L改成了V3L 包装和产品外观改得更加的现代化了 更符合九州风神新的美术风格 同时代工厂从之前的乔威换成了新会员 产品的尺寸也得到了缩减 不过同时保修时间也从之前的10年下降到了现在的7年 九州风神的电源一贯性价比都不错 新的DQ系列在有着ATPLUS金牌全模组 全日系电容全桥LLCDCDC等卖点的同时 平均价格还低于1元1瓦,还算是比较实在的 本来九州风神是要给我提供样品玩一玩 不过就在我拖着根的时候 忽然发现这玩意京东自营已经上架了 所以我就自己去下单买了一个850瓦的回来 这样就可以避开床上中的媒体送测极限特雕大雕网线特殊版本 可以看到他们的新产品真实的性能表现了 首先还是来看一下包装 九州风神新的电源包装风格变得更加的简洁大方 显得更加有设计感了 符合现在的扁平化趋势 用较少的元素做出漂亮的效果其实还挺考验功夫的 同时新包装也用上了他们家的新logo 电源的本体虽然不是电竞风 但依然是一眼就能和别的PC电源区分开来 首先风扇的保护罩和出风口都用了比较少见的方格开孔 整体给到人一种方正规整的印象 就连模子接口上面的标签也延续了小方格的设定 在这个基础上电源按钮和logo的小面积蓝绿色就好像是点睛之笔一样 整个产品的精致感一下子就得到了提升 产品做得漂亮那自然是好事 不过再结合它的售价 也给人留下了会不会是卖外观的花瓶产品的悬念 根据京东产品介绍页的说明 这款电源有着风扇自动启停的功能 不过没有相关的控制按钮完全有主控说了算 然后新的DQ-M系列即使是最大的850W版本 也是14cm的标准长度 会有比较好的机箱兼容性 名牌中规中矩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DQ850M V3L的线材全部是配的扁平线 可以很方便的走路背线 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只配了三根显卡单8PIN 不像传统大宝数电源那样配一堆的显卡线 可能是考虑到现在大家都是单显卡系统 显卡的顺时功率还比较高 故意不让你用一根线去带双8PIN的显卡 减少烧线的情况 外部看完,接下来该上机测试了 这次使用的电源测试平台大体还是和之前差不多 就是我又更换了一下试播器 虽然我评测做的少,但是我装备升级的琴啊 这次新换的试播器是蹲了好久 我终于等到特价的鼎杨SDS2074X+,鼎杨和立科有合作 这款比之前的普原MSO5072底噪更低 更适合做磨电方向的用途 也就是更适合测电源 实测DQ850M VISA-L主要线路的最大电压偏移在2%以内 负债调整率或者说不同负债下电压的变动率 基本上在0.5%以内,还是相当之稳的 这里同样放一下原始的数据表格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暂停看一下 然后非常令人意外的是,这款电源的纹波超级的低 即使是在满腹在下,之路的纹波依然是只有个位数 而且这款电源的模组线上面也没有加装电容 以往这是在旗舰级别的电源上面才能看到的 转换率高出标称的115V ATPLUS金牌线不少 只差一点点就到白金了 最后100%满负在下的保持时间完全符合Intel标准的要求 可能最近入门款的产品测得太多了 好像很久没有看过保持时间上不玩花样的电源了 总之DQ850M VISA-L整体的性能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亮眼 已经达到高端产品的水平了 然后这次我们新增了一个测试项目 那就是实际试一试能不能带动目前散热器最顶级的3090Ti显卡 这回我们搞来了索泰信仰级别的旗舰卡3090Ti PGF 三风扇加超大VC均热板加8热管的散热器 能保证GPU发挥出最佳性能 正好可以来测试一下 主舟风神这款电源对散热器的兼容性如何 虽然DQ850M VISA-L没有原生新16PIN接口的线材 但是显卡自己附带了3×8PIN的转接线 我们用3DMark和游戏进行的测试 确认了使用转接线和原生新16PIN接口下这张卡的性能发挥是一致的 得分和帧数都完全相同 实测在12900K加3090Ti的平台上 FPU加甜甜圈烤机甚至在甜甜圈上面按住空格键的压力 DQ850M VISA-L都顶住了 没有出现死机重启的情况 看来这款新电源是有针对30系显卡的顺时功耗进行优化的 以及实际的游戏赛博朋克2077最高画质开启光追的情况下 这次测试的电源也同样没有问题 正好NVIDIA官方也是推荐3090Ti搭配850W的电源 视频最后的部分就是电源的拆解了 之前看到的新会员代工的产品里面的零件都有一些歪 这次打开之后发现内部居然是比较的规整 看来九州风神这次的强迫症不只是在外观上 同一家代工厂也是看订单要求来做产品的 还有胶水也打得比较的多 风扇的插头是撬了老半天才弄下来的 电源整体采用了全侠ILC加同步整流加DCDC的结构 风扇来自又一个之前没有见过的品牌惠州市众胜电子 根据商品详弦页说明这个是FDB轴承 算是目前PC电源比较主流的配置 虽然滚珠轴承理论上更耐用点 但噪音也相对更大 主电容来自日本尼吉康是105度的 剩下的电解电容是尼吉康和日化混用 我大致看了一下基本都是105度的型号还是不错的 模组接口旁边也有不少固态电容 难怪说出文波可以控制的这么低 FP系列的固态电容貌似也是尼吉康的 PFC和ILC的主控来自宏贯 老说人了 ILC电源的主控印象中就没有见过别家的 二次侧的整流管来自西安华伊威店 这家公司相对比较新我没有什么了解 网上查了一下资料似乎还可以 PFC这边的管子能看到的是龙腾半导体的 ILC的是宏观电子 PWN控制器和DCD之上的MOS管来自台湾杰力科技 这几个也都算是比较常见和靠谱的牌子了 毕竟售价在那里 成本限制没能用上国际一线品牌 除了正面的散热片之外 PCB底下还有硅胶散热电 可以将热量导到外壳上 PCB背面焊工非常的漂亮 一点人工补焊的痕迹都没有看到 总体来说整颗电源的做工还是相当让人满意的 看来现在在电源生产这一块 大陆厂价也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了 总的来说九州封城这个DQ系列电源的迪代产品 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期的 本来看他们花了这么多功夫在包装和产品外观上面 还以为又是什么花瓶产品 没想到内部还挺震惊的 性能表现特别是纹波测下来都是高端产品的水平了 而且虽然说在外观上下了功夫 但实际并没有搞太花钱的零件 在有限的成本内还是优先考虑了内部品质 不像某一些低端产品性能用料都没有做好 就去做一些花里胡哨的噱头 这年头这么踏实做产品的倒是比较少见了 比较可惜的是明明做工用料都还可以 保修时间却缩减为了七年 说不定也是减了保修时间才能把价格压下来的吧 我看到他们在618期间 DQM系列的产品都有打折 都是不到一块一瓦 预算在这个校围上 喜欢这个系列的外观设计的话 是可以放心入手的 好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 期关键就顺便点一个订阅 就不会错过后面的今天的内容了 我是游王,下期见,拜拜